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我是李清源。 在中國大陸身為一個有權有射的家庭似乎成高人一等的標誌。 因此有人說,這是一個被老爸的年代, 但由於對子女過分的寵愛,導致這樣的孩子目中無人。 任意傷害,他人仍顯得嬌橫拔戶, 一旦引起輿論的關注和怒火,孩子的家長就會被禍及, 因此大陸網友將這種事件棄稱為坑爹。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中國出現的幾個坑爹事件。 2013年8出列的李天一案可謂鬧得滿城風雨。 據悉,2013年2月,李天一和朋友5個人將一名罪走女至大道賓館, 後來報警說遭暴力嘔打,警方隨後抓了5個人。 當時還未到20歲的李天一被判刑10年。 隨著該案的不斷發展,李天一父母對他的教育失敗都不斷被網友披露。 李天一的父親李相干,是為中共唱了幾十年紅歌的歌唱家。 李相干在56歲時老來得子,對李天一非常之寵愛。 李相干在2007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被問到會不會打小朋友時。 她說不打寫不行,有時真的很想打,但不可以打。 勸說我們只是嚇一嚇,都還未打,自己就先流眼淚。 先知15歲的李天一從事就喜歡汽車,李相干就滿足她。 幫她買的是價值上百萬的改裝本馬車, 車內還放有人民大會堂的臨時車證。 李天一開車違章幾十次,但就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背後一定笑不了李相干的打點。 正是這種過度縱容匿外,導致少少年紀的李天一天不怕地不怕。 以至於2011年9月8日,李天一因為交通事故出手打人, 還狂妄高陷,誰敢打110。 那次事件中,李天一被拘留教養一年。 但這並沒有令李公子學會修煉。 愛子深切的李相干和孟革夫婦可惟是上下活動, 費盡心力都沒有把兒子帶出來。 現在已經年過80的李相干,仍然和妻子奔波唱歌, 心愛的兒子仍在監獄服刑。 李相干在疼愛自己孩子的同時, 害了她都拖累了自己。 早三年一句,我巴士李剛成為了網上最熱的流行語。 這一句話盲的話,都成為了Handa的代名詞。 這一宗軍動全國的Handa事件, 源於2010月16日晚的一場車禍。 河北一名大學生李啟明走後, 在河北大學生區裏面撞飛兩名女生, 導致一死一重傷。 據說被撞的女生腾胸特別高。 當時想從大門逃跑的李啟明, 被學生和保安攔下。 而她不單沒有第一時間查看兩名女生的傷勢, 也沒有表現出私豪協議, 反而是狂傲地脫口而出。 掛到我的車一樣, 你知不知我爸爸是誰? 我爸爸是李剛。 該事件引起極大的文憤。 雖然校方對學生施壓, 不准向外界洩露這件事的詳情, 但李啟明和他口裝的李剛 都迅速地遭到網友的人肉搜索。 結果顯示李啟明是河北傳媒學院2008屆的播音主持專業學生。 而李剛則是保定市公安局不市區分局主管營徵的副局長。 李剛樂副又是當時的河北副省長。 面對網上一片的討伐聲, 身為父親的李剛在央視露面, 聲淚驅客地幫兒子替死者家屬道歉, 哭訴絕駁取同情。 在2011年1月末, 李啟明家屬賠償死者46萬, 傷者9.1萬元。 法院宣稱李啟明因為悔罪態度較好, 重興處罰六年徒刑。 據說李啟明從小學到中學, 一直都是很有名的校伯。 打架、嘔打、欺負同學是沒有他不做的事, 就連老師都管不到, 這個肯定和李剛縱容嬌慣脫不了關係。 而李啟明今次是著實省了父親一把。 據說車禍發生之後, 李剛不單止手機號碼被曝光, 就連自己辦理過的冤案都被網友順便揭露出來。 2017年, 李啟明出獄後又成了媒體追訪的焦點。 但據陸媒新浪報導, 身為公安局副局長的李剛, 因為涉及多宗的假案, 並且有多個豪宅, 在兒子出獄前, 已經偷偷辭去職位, 神秘消失。 李啟明後來都說, 幾年都一直跟父親聯繫不到。 雖然李家父子隱然收場, 但那句我巴士李剛的話, 就成為了中國人諷刺拔戶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流行語, 亦是諷刺中共體制下面特有的權力嬌橫。 下面這一位因為高調懸父而省爹的人, 並非富家千金, 省的都不是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父親, 而是乾爺。 提起這個人, 大家想必都很熟悉, 他就是年紀輕輕, 但在中國幾道掀起輿論波蘭的郭美美。 郭美美的懸父醜聞, 開始於2011年6月21日, 當時才20歲的郭美美, 在微博上高調懸父, 說自己住豪華大別墅, 開馬薩拉帝和南薄基尼, 和母親還有幾十個愛馬仕的名牌手袋等。 如果單看懸父內容, 大家都見怪不怪, 畢竟這個年頭高度懸父的年輕女孩都不少, 但當公眾發現郭美美的微博實名應證, 竟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時就生氣了。 一時間郭美美被推到風口浪尖, 而中國紅十字會歷連尼所獲大量捐款的去向, 都被公眾紛紛質疑。 有人甚至要求紅十字會退還捐款, 即使紅十字會官員出面闢謠, 說郭美美和紅十字總會無關, 但從此之後, 紅十字會就失去中國民眾對她的信任。 紅十字會之後收到的獲捐金額都一落千丈。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 那麼重創紅十字會的郭美美, 竟然沒有受到任何處理, 而幾乎被她斷了財路的紅十字會, 都引氣吞聲地放棄了對她的調查。 郭美美背後的勢力之大實在令人驚訝, 就連黨會都忍不住法文說, 郭美美顯然是一隻有大背景的妖怪。 2011年8月3日, 郭美美母女接受了經濟學家郎咸平的獨家專訪。 在今次有洗白意味的採訪中, 郭美美表示, 鍾紅博外公司前董事兼深圳地產商人皇君是她的乾爺, 即所謂的男朋友, 而郭美美所援要的名車和名牌手袋等奢侈品, 主要都是皇君贈送。 但這不能平息大眾的怒火, 隨後更有記者爆料, 郭美美的母親受不住輿論的壓力, 竟然出面承認郭美美是皇君的親生女。 從承認皇君是包養關係的乾爺, 到改口皇君是親生父親, 這實在是太過挑戰人的道德底線。 2014年7月9日, 郭美美因為賭波被拘捕, 2015年被判刑5年。 在郭美美被拘捕兩週之後, 皇君都因為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 皇君接受媒體採訪時, 明確表示自己被郭美美淚慘, 她就是自己的噩夢。 當時有報導稱, 2010年才19歲的郭美美被皇君包養。 今天節目最後一位坑爹主角, 坑爹的確是自己的親生父親, 但她的身份都很特殊, 她並不是出身豪門, 而是生活在一個十分貧困的縣城裏。 但這個女孩就憑著父親的關係, 過著奢徹的生活。 2011年9月, 據大陸媒體爆料, 貴州省貧困怨錦平縣副院長的女兒, 尤以希都緊隨著國美美原婦。 從一張網上熱傳的相片可以看到, 尤以希左手拿著一個LV的大旅行包, 右手拿著一個骨紅色的愛馬仕手袋。 她還被爆出有價值逾百萬人民幣的鋼琴, 被網友棄封為國美美第二。 雖然尤以希否認說, 兩個手袋一共不足二百元, 但看多了細臉的網友就不同意。 有網友將尤以希叫做尤美美, 發帖說, 尤美美歸名尤以希, 爸爸又靜華。 官拜貴州錦平縣, 縣委常委副院長, 她左手拿著LV, 右手拿著愛馬仕, 一身航頭捉十萬魚。 合單第一個農民五十年收入, 她微博懸賦, 先出手奢侈品少得數千, 多得上萬。 之前才出了個國美美元婦, 省了紅十字會。 現在憑困怨又出了個副院長的女兒元婦。 她的錢由哪來, 大家都心知肚明。 眼看著這對婦女被輿論推到了封口浪尖上面, 尤以希和爸爸終於都不意外地出來辟謠。 副院長尤成華在媒體上表示, 女兒尤以希沒有元婦, 都無父可原。 她說我是一個低調的人, 工作廉潔, 對子女的管教非常嚴格。 這位大小姐則表示, 那兩個引起風波的LV和愛馬仕手袋, 是她在淘寶上面用了二百元左右買的, 是生債貨。 她還說我每月八百元生活費, 一直都非常折劍。 但首發的網友早就對她微博做了折圖。 尤以希曾發微博說, 我們一起送給叔叔的生日禮物, 一萬七千多, 我負責六千。 我的衣服太多了, 整你起來才發現, 還有一大堆新的, 都忘記了穿。 網友表示, 父親是窮願願官, 大千金那麼富貴, 家財來歷不明, 而是貪污所得。 還有網友喬治峰說, 真是省爹, 由美美她大事圓, 而一番倒是痛快, 但就要了她老爸的命, 作為國家公務員, 副院長哪裡來這麼多錢, 工歸女揮霍呢? 如果在輿論的倒逼之下, 上面不得不出手調查, 說不完這件事就搞大了。 果然不出所言, 2016年10月25日的消息, 由成華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 雖然由成華試隔幾年才被中共商開, 但女郵以稀的懸父確實是省了她一把, 也可以說是這個貧困怨的副院長自己標榜青年, 而暗中貪污百姓的血汗錢, 自己累了自己。 古人說, 養不教父之國, 古人都說, 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上面這四位主人公, 說是因為父母教育不當害了小朋友, 但小朋友依仗父母的權勢惹央及父母, 或是原父累了乾爺、親爸爸, 但都說明, 在中共宣傳一切向閃看的社會入面, 人們道德下滑之後出現的各種惡果。 但不管怎樣, 只要我們守著耐心的善念, 平靜和善地對待周圍的人和事, 把著做人的道德根本, 相信在這個亂世之中, 都可以平穩地走下去。 因此, 雙方也會不堅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